有關武漢肺炎的最新的疫情香港就有第一宗死亡個案 39歲的一位住在黃埔花園的男患者就在今天證實死亡 他是第一個患上武漢肺炎在香港死亡個案 這個其實是去過武漢探親回來的 令到香港人的警鐘響的就是剛剛新增的這兩個個案第16宗和第17宗 第16宗是一個64歲的女患者 她在佐敦行峰中心一間服裝店做老闆 上個月23日就有CUT然後就去嘉賓大廈看醫生 然後一個星期之後就發燒再看另一個醫生再入院 然後第1號就進入了伊莉莎白 情況轉差就轉到馬加烈 因為她在服裝店工作所以就有接觸這個顧客 於是管理處進行大清潔和消毒 第17宗個案就是一個60歲的男子退休 她說她是沒有外遊記錄 做了聯合 22號開始不舒服看過四個私家醫生 31號就去到聯合和將軍澳的急症室 之後就入院 這兩宗個案都沒有外遊記錄 即是說衛生防滬中心 說沒有明顯找到病源 跟那個已經世世的39歲的男子 情況是很不同 因為她去過武漢探親 於是 這兩個個案 衛生防滬中心 是指為 是一個 本地感染的個案 換句話來說 在社區出現隱形的 這個傳播就已經 存在了 也有研究 這個病毒 可以留在環境那裡 最長的時間 可以去到整個禮拜 甚至兩個禮拜 看看她在什麼 留在什麼表面 例如說 在大陸也研究到 在門的手把裡面 找到這些病毒 在金屬上面可以留下 留下兩個禮拜那麼長的時間 即是不死 所以大家摸到什麼東西都好 都需要洗手 除了戴口罩外外 洗手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即是說 現在衛生防滬中心 這兩個個案 已經 幾乎百分之一百 幾乎百分之一百 不是百分之一百 是社區 感染回來 是不是就等於社區爆發 我們有待 這個衛生防滬中心 進一步 提供資料 澳門也宣佈了一些 我認為都相當重要的 新的措施 很多人 跟香港的情況 做一個對比 什麼新措施 今天澳門政府 賀一成 行政長官 出來見記者 出來見記者 做這個直播 Facebook的直播 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詳細說他 昨天的表演 真的有強烈的對比 不要說 以往的措施 今天宣佈幾件事 全民戴口罩 鼓勵全民戴口罩 甚至 規定了你上去公共交通工具 一定要戴口罩 強制執行 簡單地算 你不戴是不讓你上車 澳門政府說已經找到2000萬個口罩 會派給全體市民 我不知道這個派是免費 還是用低價去買 不交給市場機制 亦都 只是不交給 不只是交給友好團體 是由政府 由政府用他的機制 給市民的手上 然後 澳門政府也是全球搜羅這個口罩 搜購這個口罩 用空運的方法回澳門 何一成說 葡萄牙的口罩差不多被澳門買了 第四件事 關閉澳門 最大的 經濟來源 半個月 就是 所有的賭場 大家知道賭場是有人聚集的地方 大家最好不要去 然後何一成 除了公務員不用上班 商界那些可以自己在家做事外 他是鼓勵澳門市民鼓勵 最好不要外出 不要去拜年 不要交叉感染 亦都呼籲全體市民提出各項建議 集思講益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自己和全體的官員繼續以身作則戴口罩 何一成今天出來 見記者的時候宣布 剛才那些措施 是戴著口罩來講的 不過戴著口罩講話是有困難的 其實真的是 小弟 上個禮拜到今個禮拜 都是戴著口罩來開麥 這個和17年前的情況一模一樣 17年前是否年輕17年 相對地覺得比較容易 我記得當時是戴著N95來開麥 呼吸等等雖然都會有些 某程度上有些阻礙 但是也OK 17年後已經變成花甲老翁 戴著一個 普通的所謂surgical master 手術口罩 都覺得是有一點障礙 這個沒辦法 但是何一成的年紀應該比我大 但是 他仍然是戴著口罩講話 聲線有點模糊 以上的就是由 這個 沈旭輝博士做出來的總結 而且他有一個 有一個remark 直播期間 澳門特首賀一成全是like 和給心心 一個生氣都沒有 但是香港特首的記者招待會 全部都是生氣 幾乎一個like 都沒有 OK 好了 何一成 在這個口罩的問題 我先不要說其他 說停貨的比香港更快 說口罩的比香港更多 說有很多的防疫設施包括去找一些湖北人 警察去找一些湖北人 要遣返就隔離 又比香港更快 比香港是大先幾條街 很多人把香港和澳門 特首表現了一個比較 這次又是 在口罩的問題 全球搜羅 香港 沒有 然後 林鄭 今天竟然 說了 有關於口罩 的一些政策 我看完之後覺得幾乎跌倒在地上 說什麼 我覺得很多人害怕 老實說是很可怕的 一個 特首 我經常覺得他是有人格障礙 有人格障礙 為何這麼說 因為記者就問 昨天和今天 昨天林鄭出來說 再封多幾個關 不過只剩下四個 那時候還沒有戴口罩 今天在行會之前開記者會 也沒有戴口罩 所以記者問為何這兩天都不戴口罩 他回應說現在全球 採購口罩 這些物資都很緊絕 口罩很緊張 他說全球包括內地採購都不是很成功 這個和張建宗出來拍了心口 拍到彭彭聲說我們有三千二百萬個口罩 首先就是幾百萬個先 仍然在街上搶到媽媽也不能認得 然後通街 有 CSI政府 這個 懲教署 車出來的口罩 在街上有很多人戴 究竟是賣 公務員拿了很多派給親戚 當是利是 暫時來說不知道 他現在說全球包括 內地採購口罩都很不成功 他又寫信給國務院 這個人是白癡的 我覺得是 大陸現在這麼緊張 你又要問他拿口罩 現在不成功 即是張建宗說的 口罩來 根本就是說謊 所以必須謹慎使用 林鄭又拿世衛建議來過招 一如底發出來的主任 其他地方就口罩安排 政府內部的意見就是這樣 有空間可以壓縮現時配戴口罩的做法 然後他就說 所以我們必須戴頭做 作為特區政府 我們在內部發出指引 要求所有部門按住指引 去戴口罩 OK 只是 三個情況下 然後才需要佩戴口罩 OK 包括 自己患病 不要影響別人 做前線的服務 例如一些櫃桌服務 會接觸很多人 又或者可能會去到人口密集的地方 有時的情況 很少發生 因為大部份的活動都取消 他就說 根據上述的指引 這個目的 在口罩很艱難供應的情況下 很艱難才買到的情況下 儘量優先給別人使用 可以這樣說 我們自己一定要節省 給醫護人員使用 所以我們審視每一位要出席 大家 見大家 或是平時的官員 如果不符合 剛才說的那幾個要求 就不准戴 林鄭一念不洩 他說我根本 我根本就是叫他們不准戴 戴了也要立刻脫 因為一個人每人戴幾個口罩 其實對於緊絕的供應 就會帶來很大的壓力 希望 每一個傳媒的朋友 都用這個標準 OK 林鄭這個 這個要求下 今天 現身特首辦的主要官員 香港的傳媒 做過觀察 看到 張建宗、劉剛華、羅志剛、劉二祥 邱騰華全部都沒有戴口罩 OK 不過同場政府職員 新聞處人員和翻譯人員就有戴口罩 OK 王偉倫 陳凡 都沒有戴口罩 OK 好了 接著 接著政府發了新聞稿 澄清 由於採購口罩工作不成功 所以限制 使用口罩 但法人補充 他說 財經事務和庫務局 物流署那些 早上向部門發出內部指引 是要求 能夠向工作需要頻繁 接觸市民在人多擠迫地方的同事 或者考慮同事身體情況 和部門運作才向同事派口罩 內部指引不適用於公務員同事自備口罩 政府也沒有要求同事 不可以佩戴口罩 林鄭提醒官員要以身作則 減少不必要使用口罩 官員會考慮個人的情況 是不是離境或者入院自己決定 林鄭早上去接訊的時候戴口罩 見記者才脫下 因為接訊是 看到很多市民 近距離互動 所以要戴口罩 大家 聽完林鄭這番說話 她說不應該戴口罩 即使戴口罩 也要脫下 我聽完之後 我又覺得心就真的 震一震 離一離 我說為何香港 特區政府 有個 這樣的特首 他是不是真的人格有障礙 有人說他是不是心理變態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和何一誠 在這個 見到那個 疫情越來越嚴峻 澳門又有多幾個這個確診個案之後 強調說 他們會以身作則 官員全部見人的時候就要戴口罩 亦都說要求所有的市民 在公共交通裡面一定要戴上口罩 如果不是這個是強制執行的人 如果不是有機會不讓你上車 為何澳門 又是特別行政區 香港又是特別行政區 別人的特首 早著先機未與籌謀 因為澳門市民找到那麼多口罩回來 所以是可以用口罩 包括政府官員自己 包括普通市民 用來防疫防止這個感染 當疫情越來越嚴峻 但在香港 有人開始死 開始出現社區爆發 林鄭竟然那麼冷血那麼涼薄 要求所有的官員 不能戴口罩 以身作則 因為口罩緊絕 口罩緊絕 你就要用方法去找回來 因為你懲教處自己 說每個月可以生產百萬個甚至二百萬個口罩 張建宗自己也拍攝手錶告訴別人 全球採購口罩 你就要找回來 林鄭 你自己不戴口罩 你真是簡單一點 說得粗俗一點 你想死我不讓你死嗎 但你為什麼要要求所有的官員 跟你一樣不戴口罩 這種做法 做了一個什麼示範呢 向香港市民 就是一個絕對錯誤的示範 現在已經有一些 我不知 當他們是什麼的醫護人員 當他們是男 還是 腦部有些問題的醫護人員 我不知道 開始在網上流傳一些訊息 訊息說 第一 這個病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這個panic 焦慮 或者這個恐慌是怎樣來的 叫做Western Manipulation 是西方國家操控的 一個恐慌 叫做Western Manipulation panic 在一個呼吸科醫生 聖傳 在一個聖傳的呼吸科醫生 寫的 所以大家 不需要 不需要過份緊張 亦有這樣說 美國 美國 流感 每年死六千人 是不是 現在 死的人 不算很多 流感死幾千人 香港可能流感每年 都可能會死幾百人甚至上千人 所以大家 是不是對這個病 要這麼緊張 我聽完這些說法 其實是很多小粉紅或者我們稱之為五毛的說法 什麼中國肺炎武漢肺炎 美國現在很厲害嗎 美國也有流感死那麼多人 那你知不知道中國流感死幾百人 好像八萬多人 什麼叫流感死人 跟這個武漢肺炎死人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是一個醫生有醫學常識的話 絕對不會 將兩者做一個比較 因為 因為流感 可能 真的會死人 對於有長期病 或者是比較弱 比較老 的一些人 對他來說 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也會引起很多併發症 於是 每年因為流感死亡全世界 是很高的 人數很多 不過 重點不是這件事 是流感 是有疫苗的 流感是有藥的 OK 那些病毒是可以用一些 藥可以治好 所以 流感死人不是直接是流感的病毒引致死亡 但是今次這個肺炎 死人就是肺炎 直接去令到患者死亡 39歲那個是很典型的例子 而且 暫時來說 完全沒有任何 藥物是可以治療的 死亡率 是相當高的 情況是很嚴重的 承諾費會花光 如果 這隻病毒 新觀眾病毒 好像流感病毒 那麼閒的話 武漢需要否封城 湖北需要否封城 其他省例如黃江 你隔天才出去 不可以 找人去守住 那些村口不讓你離開家 不要讓你驗其他人 要不需要那麼殺有戒事 世衛都最後通過了 成為 全球 關注的 緊急衛生事件 這些醫生 寫這些東西我覺得 很無謂 是違反常識 但我不知道林鄭是否看到這件事 林鄭說根據世衛的指引 除非你病 除非要去很多人的地方 你不用戴口罩 我就想問 政府的官員 出來見記者 你當那個是什麼場合 是不是接觸了很多人 現在的問題不是 你害怕自己 真的你死 我不讓你死嗎 你感染到真的與我無關 雖然我不會幸災樂禍 最好你驗到 但問題 你向著記者說那麼多話 你噴口水 是不是 半小時或一個小時的記者會在底下 在台下聽你說話的人 每個都是 有一個相當 高的風險 你去過不同的地方 我就想問 例如張竹君 徐德義 屬於衛生範疇的官員 是不是也不用戴口罩 見記者是否屬於群眾接觸 而且你真是作了一個極度錯誤的示範 想告訴別人 這件事是沒問題的 大家OK的 大家不用擔心 但這件事是值得擔心 而且越來越值得擔心 開始有人死了 社區傳染 人傳人 甚至出現社區爆發 如果市民 防疫意識 防疫措施 都不夠 是否因為 特區政府無能 沒有辦法在全世界採購口罩 現在在市面上搶 輪隊買口罩的情況 短期裏面 是不會止息 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林鄭 釋出這個信息 不用用那麼多口罩 是否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認為 不單止她有人格障礙 不單止是心理變態 我覺得是跡近謀殺 她是用香港市民的命來教非 為何跟外一誠那麼不同 一水之隔的澳門 人家是鼓勵全民戴口罩 政府官員以身作則戴口罩 信息是甚麼呢 這個疫情越來越嚴峻 大家要好好地 好像我這樣 好像官員 好好地保護自己 停了這個倒業 兩個禮拜 不要被人 密集 大家互相交叉傳染 勸大家不要隨便出街 不要去拜年 因為十月都是拜年事 有心不怕遲 當作不要十月 新精頭 新十五 都有幾天的時間 是否因為香港沒辦法找到口罩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要香港市民冒險 我覺得 機會很大 這個不只是人格障礙 不只是心理變態 我認為 和謀殺 是五一分別 所以說 這次人不是說 數字幕影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